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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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释迦说 到底什么样才叫释迦 那古人啊 写不通啊 文章写不通 或者是写乱啊 文理不通 或者用的语言呢 本身混淆不清的现象是有的 而这个呢 所以各位不要小看 你们在写文章一定要把标点要弄清楚 写文章说 一个顿号 一个斗号 一个句号 一个分号 一个分号 你如果说把它弄得清楚的话 那么你的文理一定是什么样的 是 是 井然的 你的思维一定比较整密的 用那这一点训练自己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请各位看看 翻开啊 这个 709页 说话 说话 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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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有说话四家之说 但由于文字段路不明 剧动其意 所以近代学者对于 说话四家的叛读 其分歧 其分歧情况 见不适应 画本小说概论 南宋说话四家数 陈汝恒 陈汝恒取义文选 说话 认为四家音分座 一小说六称银四耳 二说公案 说铁戒 三说经 说餐寝 四讲史书 住者以为 梦梦路抄字都成即盛 可以不论 而南宋虽言语不详 其实略有章法可循 也就是四家的标点分法 大音作 说话 说话有四家 一者小说 为之银字儿 如烟粉 灵怪 传奇 说公案 皆是薄刀杆棒 及发肌变台之事 说铁记耳 为士玛筋骨之事 说经 为演说佛书 说参琴 为兵主 参残悟道等事 讲史书 讲说前代 书史文传 与心肺征战之事 也就是说 住者对于说话四家的看法 是和陈辱恒相同的 因为说公案如何能与烟粉 灵外传奇的小说 规定为同一类 而公案与铁记耳 都已步步全宜 引人入圣 说经说参琴 毕竟皆有关佛事 他们各互相援引 和而为一类 也是很自然的事 以下分别加以说明 好 好 好 各位 那这个呢 我后来 就把那个什么 为什么我要把都城祭圣 拿出来讨论呢 因为都城祭圣 他是最早的 最早 那谁抄他的呢 是 这个元代的 孟娘 无注目的孟娘路 是 抄他的 抄他的就不必讨论了 对不对 你看 他说话有释迦 就是元文 一则小说 按理 有一则 会不会要有二则啊 要不会有三则啊 要不会有四则啊 结果他老兄说了一则以后 就不说二则三则四则 这个大概是在写的时候 打了瞌睡 就糊涂了 因此文理就不清 因为这里边提到的 有小说 啊 别语名叫 《云注尔如烟粉灵怪传奇》 这些都属于小说的 那说工案 到底也是小说的里边的 还是另外一类呢 不过如果说他也是小说里边的一类 他按理就是说如烟粉灵怪传奇 点一点公案 对不对 也就是合并在里边 但是 他 却是 收工案 所以收工案 按理上边一定调了一个二者 收工案 诬提及尔 那麽 收提及尔 所以收工案 到底是 俗下的 和俗经 和俗餐情 俗下的 还是俗上的 就搞不清了 说经和说参情 彼此之间到底是一类还是两类 也就很难分辨 讲史书 就比较清楚 因为他用了讲 那我们的判读呢 就是 应当在这个收工案 下账边要是二则收工案 皆是搏刀 敢办 即发机变态之事 所提及而为四马金戈之事 那么四马金戈的内涵 就征战啊 建立军功博取功名 那公案里边就是像包公断案一样 那这里边呢 就有征战啊 有武术对打 但是发机变态就是 从不得意到得意啊 说经和说参情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 因为都有关中佛教 佛教这个什么呢 的事情 讲史书 当然是另外一种 所以各位可以看出 我的标点呢 到如烟粉零怪传起 这个句号 收工案 这个分号 收铁继而 为四马金戈之事 才句号 所以可见收工案是包含这两个类型 那么收铁继 为远收佛书 应当这个什么呢 在收餐群上边那个顿号 是应当 这样说呢 比较不清楚 把它改成分号 为远收佛书 收铁为远收佛书 收餐群 为兵主参禅入道等式 也就是说 这两者之间是 对等合一的 所以这么一来呢 他 这四家应当就是 小搜一类 收工案一类 还有 远收佛书 收餐群一类 这些 讲史书一类 下边呢 我才 才根基这所谓四家 一家一家呢 去论述 各位呢 往下来看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点呢 特别提 提出来 因为他是文学史 文学史家 常常 混淆不清的地方 我想啊 有关这个收唱 文学啊 大概 和各位这么说 那么这里边啊 在明目 清初 有两位啊 说唱艺术家 是 很值得注意的 一个就是 贾无锡 一个呢 就是 柳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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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把他抬起出来啊 柳静廷 有谁把他抬起出来啊 孔上任 的桃花上边 把他当作一个 有义气的 这个 这个 民间搜创艺术家 贾无锡 知道的人 比较少 那么有一位 山东啊 来台湾的 一位 天当是立法委 还国大代表之类的 他是我的老师啊 孔哥程先生的朋友 说我还见过 他对于 这个 贾无锡啊 颇有研究 颇有研究 我以前啊 写了一篇文章 考证了半天 认为 桃花上后边的那个什么呢 最有名的哪一样 什么江南啊 桃花上最后 一篇 山松也少带花挑 梦抬头 某年重 重道 就是那个 或者教科书 有一阵子选啊 用的 叫做 一 一江啊 我认为 我认为那一套曲子 啊 是这个贾无锡 做的 还写了一篇论语发表 后来这一位 是 山东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我就忘了 有没有同学看啊 不知道谁 贝勋这个是第几 736 哦 理由皆平 736 736 736 第四行啊 木皮散克古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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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像是在 我记得是 中华书局 不过台湾的中华书局 已经 关门了 那他是一个 曾经做过官的 认为这个 说唱呢 可以 来啊 敢画市 刘杰平我找到了 我是说啊 这木皮 散克就 假呼吸 735 页 哦 孔上任有一篇 我读 木皮散克传 像这个人呢 是值得注意的 哦 那刘杰平 就是和李湘君 有 活方 有密切的 关系 那后来刘杰平 先生告诉我 说他看过的 这个 易江南 桃花山最后 很著名的一套 曲子 叫易江南 不是 江湖西做的 而是 一个姓造的 一个什么 哎 太久了 实在太久了 我都 我也许要把它找出来 找那个 成年的论文 那一放就是 几十年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考基考正 你弄了半天 作风补引 说的都往假屋西身上 但是呢 刘杰平先生 他看过 你通通错了 所以我应当是 那篇后来 我就没有 没有缩入我的著作里面 就是这个缘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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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呀 我 是不是 梦 好 我 那